高雄新增10處社區快篩站 組合屋已經搭好 但大寮區的社區快篩地點在這裡 大寮社區的快篩站 就設在這一個圖書館的機車停車場 但仔細看看這個地點 不僅離學校很近 離大樓社區也很近 引發民眾不滿 大寮社區快篩站 臨時搭在機車停車場內 距離學校不到100公尺 跟大樓的住戶只隔了一條馬路 附近民眾痛批 根本是把社區感染風險 帶來家門口 看看鳳梧山這個快篩站 就在衛生所側門口 附近也沒有居民 讓大樓的住戶怒吼 這座快篩站趕快搬 基本上它距離我們的民房 超過20公尺以上 它是一個空曠處 所以並且不必要 再增加難易風險的情況 而屏東首座的潮州社區快篩站 就搭在公園內 從24號到29號 一共快篩了680人 左姓654人驗出都是陰性 還有26人檢驗中 被網友調侃是最陰快篩站 決定30號下午5點車站 等一下這邊廁所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個區域的大小組 連續六天驗無確診者 讓快篩站的醫護人員 都鬆了一口氣 也讓屏東這第一個快篩站 功成身退 只有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